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金沙滩现在正式对外开放了 之前停了几年 现在对外开放了 现在是不收门票的 然后我们现在进去 带大家去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情吃收费的标准 小吃是5块钱一个小时 30块钱一天 我没想到沙滩这么多人 大家看到这沙滩其实是很大的 最主要是不收费 有很多家长带小孩子在这里挖宝贝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挖到一些贝壳之类的 大家如果有时间带小孩子来这玩还是不错的 其实沙滩还是挺干净的 但是沙滩就不怎么适合游泳 那个浪比较大浪比较大 游泳就不适合了 来这里玩一下呢 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那边就是珠海机场 还可以在沙滩这里看飞机 大家记得这里是金沙滩 在珠海机场旁边的 如果你们自驾来呢 就定位珠海金沙滩就可以了 大家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朋友 下次来珠海又多了一个免费的地方玩了 你看这个小孩子在这玩得挺开心的 我们这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